这理论上讲这种东西是有作用 但实际临床试验呢 这个效果不是很一致 这个东西要讨论可以接下来 待讨论 我还是回到他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你还是要通过自然渠道 取得这种抗氧化剂 不要去 第一个你花销大 第二没有必要 因为你已经足够 你吃多了只用排除也没有用 对 说起来这个抗氧化剂 现在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对于抗氧化剂 对健康的艺术这种宣传 是特别的多 无论是在美国这边 在市面上这种抗氧化剂的 这种补充剂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片剂 在美国甚至有各种各样的 专卖店连锁店都非常多 在中国也是这样 在中国有很多也有直销的 也有从美国这边 过去的某家公司 经常我们有一些观众 你打电话进来会问类似于安利 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 直销公司都是在 在推销 在宣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那么抗氧化剂 刚才像你所说的这样 抗氧化剂好像对于健康 有益 这种有益的这种程度 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像也不是说是 就是非常显著的这样的有益 那么看到很多说法 抗氧化剂 说有利于长寿 女性非常关心说 抗氧化剂服用以后 有利于美容 那这抗氧化剂对健康 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刚才说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现在美国这里 抗氧化剂研究的也是最重要 两个领域之一 就是研究这样 抗衰老 就是延长寿命 延长寿命 抗衰老 因为比如说皮肤衰老 这很明显了 你经常 美国人喜欢晒太阳 我中国人现在也是到晒太阳 晒太阳你想 紫外线暴露 紫外线本身要产生氧化剂的 你这时候要适当的防护的 这个没有什么说 因为它额外能量 紫外线是很强的能量 它会把你的微结果要加能 然后它产生那种负氧化剂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服用一些抗氧化剂 肯定是有 或者是涂一些保护的抗氧化 都会有保护你的皮肤 防止它的皮肤破坏和衰老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 好多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就是在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 现在研究也是几个方面 一个是癌症 因为其他可能也有些人吃 但是研究不好注重的 在那搞出东西来 因为比如说今天头疼吃点 明天感冒吃点 这种都是个例 但是你要是去研究这个癌症 你就可能好好研究 这多少多少人在吃 这个心血管病也是 糖尿病也是 还有一种现在研究比较多 就是说老年痴态症 我不知道你听不懂 老年痴态症 对 新的结果觉得说 吃抗氧化剂 不是单纯吃抗氧化剂 还加几种符合东西 比如维生素 对它缓慢这种进展 不久前有过一篇这样的报道 所以它注重就这几个主要 大家比较关心的方面 因为这种东西对人 设计范围广 另外对人体健康 影响又很大 所以这几个方面 一个比如说心血管 癌症 在家老年自带 还有什么衰老 这几方面研究比较多 但是那个结果 实验室的结果呢 一般是比较正面的 肯定性的 大部分是这样的 但是临床呢 不是非常支持 这个实验室的结果 所以大家看这种消息 今天也不是说来 就是要度数大家 去吃这种东西 去用这种 就是说你要 因为这种科学东西在里面 它实验室做的时候呢 它是有正面东西 但是临床为什么不好用 或者是效果不大 因为一个是 它这个统计起来比较难 另外它什么时候用 也是个关键 比如说看然后 比如说都是癌症 我的癌症了 癌症 我现在癌症初期 可能这时候 你体内那个免疫系统非常强 这时候它需要产生这种 可能产生好多这种 氧化剂啊 帮助你去抑制 癌症的扩张 这时候你可能吃 可能是不对 癌症 一直反倒有些负面作用 同时 如果在另外一个阶段 比如说你 你是癌症的一个 已经扩散期 或者一种 或者你在接受一种治疗 比如说放疗 化疗 全身细胞都在 受到那个损害 那么这时候你吃 看氧化剂 是不是有可能会帮助你 保存你的正常细胞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是时间在哪个 什么情况下吃 很有关系 你不要是单独去看 这个东西出来了 这个实验结果出来 没有用 也可能不适合于每一个人 对 就说你要 大概明白一些 这个看氧化剂 大概要做些什么事 你正常下吃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你吃就吃了 对 吃了 但是不要去过度追求它 你没有什么事吃它 有什么用 吃了 要花钱去买来吃 所以就是 正常渠道 摄取 首先第一个 你体内够 你没有在 不需要的情况下 你去过度吃 肯定是没有用的 另外你要 跟你的医生 要讨论讨论 有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好多东西 你体内有 而且你的时间上 在病程的这个过程中 你需不需要它 还是回到这个蔬菜水果 这个话题上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 这种蔬菜和水果当中 都富含抗氧化剂 我们刚才是特别提到了 红葡萄 和红葡萄酒 那还有一种食品 就是这个西红柿 番茄 据说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种东西 熟了吃 要比生的吃 对健康更有利 它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熟的吃 比生的吃更有利 西红柿本身 它是一种 它也是含很强 抗氧化剂在里面 但从生到熟 这个过程中 怎么过程 它把这个 是不是好消化一点 但你说成分上变了 这倒不是很清楚 就是没有什么科学上的 这样的意思 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种说法 也许就是一种 这种民间的一种说法了 特别是在中国 在这个传统的中医里头 总会有时候会有一些 传统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 什么样的东西 医生吃 什么东西 医熟吃 这个如果从这个西医 这种科学的这种角度 比如说像从你们做这种 医学院里面 做这种实验的角度来讲 这些刚才我是举西红柿这个例子 有没有任何的一种蔬菜 是比如说熟着吃 好 有没有别的蔬菜 是生着吃好 有没有这种 蔬菜 比如说这个生和那个熟 比如说做熟了 高温加温熟了以后 那个是氧化 一部分要破坏掉的 维生素要破坏掉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西方人 西方人这个吃色拉 生吃蔬菜 要比中国人传统上 吃熟的蔬菜 更好一些 从营养科学上讲 可以这么讲吗 从营养科学上讲 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绿色成分 没有破坏 抗氧化的部分 比如说你炒了中国那个 炒化幽间了 或者是高温情况下 搞一下以后 这好多一部分破坏 你显微那部分 要保存下来的 但是这种 抗氧化的部分 或者是维生素部分 相当于一部分被破坏掉了 这是对的 从营养学角度想 那你生吃要比熟吃 营养价值高一点 那熟了以后 是不是好吸收一点 那个吃起来 口感更好一点 这是另外一方面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实际上 你已经谈到了一点 就是说一谈到 服用抗氧化剂 一谈到吸收 维生素 那么我们经常都是说的 要多吃水果蔬菜 那么现在当然各种厂家 也都在宣传自己的产品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对抗氧化剂 本身的这个功效呢 实际上还是有争议 有质疑 就包括刚才您所讲的 就是说 可能实验室的结果比较正面 真正的临床结果 不一定是特别的能够支持 实验室的结果 那么本身抗氧化剂的功效 就受到质疑 另外呢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氧化剂 也就是叫做 自由基的这个东西 过去的一种说法 就是自由基这个东西 才是对身体有害的 但是呢 又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自由基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增强 你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比如说呢 所以说就有人说了 假如你这个 抗氧化剂吃多了 维生素吃多了 反而把这些自由基 把这些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呢 给抵消掉了 反而是增加了 患癌症的风险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临床实验啊 现在非常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说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 在对什么东西有用 像你说的 那个人的免疫 主要机制之一啊 就是要产生氧化剂 你知道 比如生病以后 或者细菌感染以后 你的白脊胞 大家都知道可能是 就主要你的地 要防疫系统 它就是产生这种氧化剂 去靠它去杀害这种 外来的 企业的这种物质 那么你吃了 这种 抗氧化剂以后 实验室都看着 都做了 实验都做了 都看到了 就是说 它把这个细胞膜 首先它稳定细胞膜 它就把 整个这套 产生氧化剂 这个反应过程的 抑制掉 但是 但是 抑制掉以后呢 比如说你在这个 炎症的最 最 最关键的时期 比如一般是 头一两天可能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能 对它会有影响 因为你免疫力 受到点抑制 但是同时呢 嗯